早上7点19分 欢迎您继续锁定电视早餐 我们来看到的是 开沙石车冲撞总统府的张德正 第三次积压亭裁定出炉了 那么张德正最后是以15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在他的姐姐家 那么张德正呢 过年期间在法院三进三出 三度的重获自由 检方当庭也再提抗杠 那么2月1号啊 就是今天呢 有可能再开第四次的积压亭